日本便利店的牛肉咖喱杯做成这样的夜宵 简直太加烈 太满足了 最近很多日本网友都在讨论这个放了好几种新鲜料的牛肉咖喱杯 可是我很怀疑做出来的食物真的能和这个图片一模一样吗 大家看这步骤怎么感觉比泡面都简单 咱们先打开盖子 这么大一个咖喱真的能化开吗 咱们先加入230毫升开水 就这样子 盖好盖子泡5分钟就好了 5 4 3 2 1 诶 这翻车了吗 这 然后按照说明咱们再搅拌30秒 等等 好神奇 突然变了 我的天 这比平常做的咖喱饭都有食欲啊 哇 这食物跟图片真的一模一样呀 咱们赶快来尝一下 嗯 非常正宗的咖喱味 真的比我自己做的咖喱好吃 还有这吸筹的程度也刚刚好 这自带的米饭真的很神奇啊 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美复刻 而且这粒粒饱满 太牛了 像我一样每顿都要吃肉的朋友 可以再到一带日本便利店卖的顿牛肉 5分钟就能吃上这样的夜宵 简直太奢侈了 还可以加一包手撕芝士 大家看这芝士拉撕得太有食欲了 吃得停不下来的感觉 不得不说日本人为了吃饭节约时间太拼了 除了这个牛肉咖喱杯 他们还推出了海鲜咖喱杯 黄油鸡肉咖喱杯 超辣干板咖喱杯 说实话这个制作过程真的神奇 搅拌一下就能做好一顿饭 真的太方便了 这海鲜味也十足太香了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试试这个超辣的干板咖喱杯 用了很多种新香料 尤其是冬天吃 觉得浑身都热乎乎的 一口下去又辣又香 尤其是刷具的时候吃太爽了 这个日清的咖喱杯 在大多数日本便利店 超市或者唐奇和德都可以找得到 大家说日本这样的便利美食 是不是太香了 占有体验评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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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